1月22号的时候,我们来到指南宫的千界步道 我们手捧着新灯,为台湾、为世界、为自己祈福 参道重生 我们要怎么去步步当下的走这个千界步道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一位学人去找一位禅师,想要学打坐参禅之法 那禅师就跟他说,寺院的后面有美丽的壁画,你先去看一看 同时禅师给了这个学人手上一杯油,满满的一杯油 这位学人看到壁画,非常美丽,非常庄严,非常开心 看完之后呢,他就回到禅师那边 那么还没开始说话的时候呢,禅师就说 你看看你手上的油,已经撒了一大半 这位禅师跟他说,你这次再回去看壁画 但是呢,这次呢,要照顾好手上的油 不要让油洒出来 这位学人第二次去看壁画的时候 因为太小心照顾手上的油 以至于他什么都没看到 回来的时候呢,他就说他什么都没看到 禅师就跟他说,第三次 你再去看,这次呢,照顾好你手上的油 不要让它撒出来 同时看到每一个壁画的细节 这位学人第三次去看的时候呢 他同时照顾手上的油 同时看到所有壁画的细节 他的动作非常地谨慎,非常缓慢 非常地在当下,非常地觉知 看完之后,回来的时候 禅师一看到这位学人的整个的样子 就说,这就是打坐的绝强 照顾好自己 同时照顾好外在的所有事 那一天,我们捧着星灯 走参到云角重生的时候 步步当下,意识到自己 意识到每一步 同时照顾好手上的星灯 邀请各位朋友 一起来云角参到重生之旅 1.5日